我是幼的 听不开道 因为我没有配戴助听器 然后从以前到这样都没有 然后之前带着别人的同学 或是同事叫我 所以都听不开道 基本上我是要让我爸爸给 因为他中题 那我想说他 因为他找助听器 也不是那么好找 那我想说他在他试 让他去带 因为我自己蛮大的困扰 就是在比较吵杂的环境 很难听到人家讲话 因为其实有没有听不到 就会导致我根本就不可能 分清楚方向 比较配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有重量 舒服 对 很舒服 不会有我担心的那种 我的左耳总是会 会被某些耳机撑到 好很多 就是比想象中还好 敬艳 然后我觉得他在针对 环境底下的人的声音 放大的话是蛮舒服的 还令人惊艳 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觉得他的调教出来是蛮清楚 而且那个效果 就耳朵听起来就是很舒服 我觉得差蛮多 每开跟牛开那个 这个差很多 很厉害 可以把环境的噪音弄掉 但人的声音还在 像我们刚才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一个冷气的声音 然后其实在你不戴耳机的底下 你就听得到了 可是其实你戴上这个扶聘器之后 那个冷气的噪音就明显的 我不能讲不见 但是你会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让我蛮期待 可以卖给我爸爸用的 那个感受度 我觉得是我目前去尝试过的 扶聘器里面里面 我觉得真的蛮舒服的一支产品 开会 听演讲或是运动的时候 它就这个比我现在 只有主动抗照的 冷压耳机要好 这是你的 订阅 你感觉 变成 但是 对 ls的